最近我们在介绍中国近代的长寿老人李清云 他的长寿秘诀 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常吃素食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经常有人问 吃素食好啊还是吃全食好啊等等 那么素食到底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健康好处 如果我们希望去做的话 应该怎么样开始 欢迎来到素食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在我的朋友当中啊 有人爱吃肉啊 有人爱吃素啊 什么都有啊 所以呢饮食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非常个体化的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植物为主的饮食呢 实际上就比较接近我们说的素食主义了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过去就是爱吃肉 现在呢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绝对不吃 任何带有眼睛的东西 连鸡蛋都不吃 做饭的时候 任何沾有这个动物的东西都不吃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plant based diet 植物为主的饮食 那么我们先说说这个植物 植物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呢它首先呢 它是通过光合作用来产生能量 它通过土壤来吸收它的营养 所以呢它自己的能量和营养都是自给自足的 不仅如此呢 它还给我们大自然的其他的生命提供能量 那么这些植物呢都包括哪些呢 一个就是草了 我们有食草的动物 牛啊羊啊是吧 它们要吃大量的草 所以整天都看它们在吃 它们的胃啊也是很特殊的 是吧 跟这个吃肉的什么都不一样 第二呢就是长着这个果实的这个树啊 就是水果了 各种各样的水果 这个树 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穀类 就是我们吃的穀物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它首先它是通过太阳来获得能量 通过土壤来获得营养 它给我们所有的生命呢 提供能量啊 这是它的特点 当然了 它还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啊 空间 它本身的健康受到这个土壤和空气环境的影响 植物呢 它有自己保护自己不受病毒啊细菌侵害的办法 这些办法呢 我们在以后呢继续讨论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 它也不喜欢我们人去吃它 所以呢 它有一些保护自己的东西呢 有可能对我们人体呢 也有影响啊 这个我们在以后去讲 总而言之吧 一个以植物为主的人 他吃的这个饮食 就是所有的蔬菜 所有的水果 还有所有的穀物 绝对排除任何和动物沾边的东西 当然了 它们还包括一些植物油啊 各种各样的种子啊 各种各样的坚果啊 都是可以在这个素食的这个菜单里面 那么人为什么要吃素食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啊 有的人是因为信仰的原因啊 有的人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有的人生来就是这样一个喜好 什么都有 但是呢 它的确对我们的健康啊 有很多帮助 那么这个植物啊 以植物为主的食物呢 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植物里面都有什么样的营养 它基本上含有我们身体需要的 所有的蛋白质 微量元素 微生素 只是在个别方面呢 它比较缺乏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去讲 吃素的人啊 它能够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心脏病 高血压 肠道肿瘤 消化道疾病 乳腺癌 也能够帮助减肥和降低呢 血里面的不好的胆骨醇 如果你想尝试素食的话 第一个要素呢 就是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在这里面呢 你要吃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豆类 豆子啊 豆类啊 黄豆啊 等等 那么还有呢 坚果和各种各样的瓜子 第二个呢 你就要注意补充足够的维生素D和钙 你现在不喝牛奶了 所以你要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奶啊 杏仁奶啊 燕麦奶啊 来取代它 那么这些奶里面呢 经常会加上维生素D3和钙 所以呢 这是你要补充的 第二个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绿色的叶子很多的这个蔬菜 它也含有很多的钙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的坚果啊 和这个瓜子里面也是有的 当然了 晒太阳非常重要啊 你能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 当然了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不管你是吃肉的还是吃素的 维生素D都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呢 补充一些维生素D和钙也是必要的 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要保证有微量元素鑫和维生素B12 因为在植物里面相对于动物蛋白来讲 它含有的鑫和B12比较少 所以在很多古物类的食品当中啊 它都添加了鑫和B12 特别是有一种吃素的人很喜欢吃的一种营养酵母 营养酵母本身呢 它不产生B12 但是呢 它常常补充了B12 所以呢 补充了B12的营养酵母呢 对吃素的人来讲很重要 当然了 我觉得口服补充一些B12和鑫都是必要的 特别是我们讲过 有的人呢 他对心的消耗比较大 比如说比罗料症的病人 这个视频我们以前做过 大家可以去参阅 那么他们在小便当中就丢失很多的心 如果你想尝试的话 你可以慢慢来 首先呢 你开始呢 在你的这个食品里面啊 以这个蔬菜为主 然后有很多色拉呀 或者是青菜呀 然后呢 有很多豆类 各种各样的豆类 青豆 黄豆 碗豆等等啊 来充斥你的早餐 中餐和午餐 是吧 增加全穀物的东西 这样的话能保证你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需要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 大家要增加一些好的植物油 像橄榄油啊 是吧 各种各样的坚果 各种各样的瓜子 那么他们会给我们身体呢 提供一些健康的脂肪 在此基础上呢 不要忘记补充啊 我们上面提到的新 B12 维生素D等等 另外呢 你如果一时断不了肉的话啊 你就开始呢 把肉呢 当成一个食物的点缀 不要把它当成主餐 那么吃素食 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我们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 跟动物有关的食品呢 就不能再吃了啊 有一种被剥夺了美食的感觉啊 这个障碍是很难克服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下 我们对这个肉的这种看法 那么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是看了这个动物啊 是怎么样加工成食品的 这个过程之后 决定吃素的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如果你真的想吃素 但是呢 又放不下肉的话 我们在前面讲过 这个植物本身啊 它有很多自我保护的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 如果我们吃多了的话 也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 那么长期吃素的人 那么有哪些健康方面 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 继续和大家探讨 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转发和订阅 断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